要歡迎今年樂壇的生力軍候選單位之一 林志樂 Hello 大家好 我是Felix 林志樂 Hello Woody Hello姐姐 Hello蕾爺 Hello 最喜歡就是跟新人做訪問 因為他們有很多的第一次經歷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例如剛剛我們舉行了刺測的press call 記者招待會 你第一次去的感覺是怎樣 你知道我們去了很多年 所以有些畫瓦 網瓶市集都去了好幾年 你第一次參與 譬如之前的心情圖真的去到 到事後想回會是怎樣 之前的心情圖 我一晚睡不著 不知道為什麼是緊張還是什麼 睡不著 因為第一次參加你會覺得 不知道下年還有沒有機會 真的很害怕 然後完了心情 就是覺得自己沒有好好把握那十幾秒 在享受那種 等一下 緊張是來自什麼呢 你又不用上台表演 另外這麼早就擔心 明年不能參加 那麼奇怪 第一次機會就是新人這一年 不過我們也要補充資料 的確是要有上榜歌 你那年才可以出席 所以林志樂今年有忘記趁組 就可以獲綠新人獎 你對自己明年那麼沒信心嗎 不是那麼沒信心 因為一向都是一個很大的目標 就是你覺得很難才能上榜 所以就會很緊張 那你那種緊張是來自什麼呢 我意思是你又不用上台表演 是擔心不住那套衣服 那套衣服 但我看你那天花枝蕉子 然後到處走 那種緊張是覺得 覺得自己把握不到十幾秒 就是走出來的時候 因為真的你新人也有一次 還有前面那些是Jeffery Marv那些 你會覺得 一定不可以失禮 整個過程 所以那晚睡不著 應該在鏡前 你把一段來會走 我真的有練過 其實不只是練這個 因為小時候一直看頒獎 基本上我在家裡練習那個 speech 是各大唱片公司都拍多謝論 都已經結束了 大家都記得了名字 大家的高層 因為小時候不知道自己會 進哪間唱片公司 練定線 這個兒子很有誠意 真的 真的 說的是為何要這麼緊張 十幾秒 就是因為每個單位 歌手都會走一個 好像紅地毯去登場 然後上來的舞台 給DJ們介紹 林志樂其實她的粉絲都很好 放了一個漂亮位 因為歌手出入口 要在那裡定格幾秒 放一個姿勢拍照 後面的背景就是 看到林志樂的粉絲都舉牌 我覺得你的粉絲的策略 是很成功的 因為不少粉絲會放在台前面 很合理 早幾天已經來到 我們節目已經在 呼籲大家不用太早的 冷靜一點 很合理 當然是在台前面 看得最近 拍得最漂亮的照片 但他們忘記了 其實那個攝影機 直播的鏡子 那條路線 停留最久 就是在出入口的位置 我們會攝影機 而且每一個嘉賓都會在那裡出入 還拍照 即是每一個歌手出現的時候 都會看到林志樂這三個字 還有會跟我的Poster合照 我同樣有很多歌手合照 林家謙 每個人都會在那裡合照 好聰明啊 你的粉絲的朋友 謝謝你們 而且很好 有其他Fans Club的朋友 會不會看不到 不如幫你舉高點牌 什麼意思 可能他們前面有個位置 但到我出場的時候 可能我的Fans Club 要隔壁很高 他們會讓給你 對 要不要幫忙 不如幫你舉高點 會看不到 所以很感謝 原來這樣哀的 互相會這樣幫助 就算大家不是同一個偶像的Fans Club 對 看不到 因為大家經常說 要爆炸 而且鬥得很厲害 又沒有 而且走出去 旁邊兩旁的Fans 說 Hello 整個體驗是覺得很好 我覺得今次 因為如果我是新人 我也會害怕 其實在場的Fans 當然不及別人的天王巨星 厲害 會不會我出來的時候 是騙著無聲 還有很尷尬 但你的體驗就不是 不是 是覺得挺舒服的 整個感覺 因為另外的Fans Club 都會很善意地跟你打招呼 沒錯 鼓勵你 對 挺好 所以那十幾秒 立刻放心 而且融入了整個季節 沒錯 那不再害怕了 不害怕了 還有下年要有很多信心 下年聽你說完之後 立刻要做好些歌 之後會不會害怕 1月1日來到刺冊的時候 第二個說又要再出現在同一個舞台 或者再出現在同一個鏡頭 都會害怕 對啦 那些Fans Club沒有得爆位了 因為要入場圈 那些 那又沒有 因為可能就是這樣 我都看了很久 所以其實都覺得挺開心 即是很期待那個名字被人讀 這幾年就是在那裡讀 即是出場的parade 反而多期待 我們通常介紹一個歌手 有一個tag 即是 即是 戚車樂壇木子 是 木子 大家好 你想人家怎樣介紹林志樂呢 其實我也想了很久 即是究竟怎樣 因為每一年 每年都看了 又說上去DJ 還有很期待 就是每一年他們怎樣 踢下一個歌手的歌 可能會說 你呀 你呀 是你啦 那些 不用這套的了 DJ們 很興奮的 對呀 上來那些 很期待怎樣 我還沒想 但我都很期待 每一年都聽 但又聽得很漂亮 即是怎樣可以 把一首歌放進去 所以很期待 但我自己還沒想 即是例如 要忘記就趁早 這個男新人 明年不是新人 這樣 好好記住他 林志樂 對呀 很需要這些 好 好啦 我們今天有Woodie的Tag給你 就是介紹這首新歌 好 今天有林志樂的 涉谷 逆錢丹 沒錯 千萬不要讀錯 是逆字 是逆字 沒錯 唱歌部分有澤日申 填詞有林若玲 編曲有 符丹奔 譚窗和澤日申 監製有澤日申 和Can C 約定在同一個地方 期待有日可以重遇 各位值得等待一生的 曾命天女 今天有林志樂的 涉谷逆錢丹 是否都是微的個人故事 你等了哪位女生那麼久 其實這也不是我的個人故事 其實本身這首歌 因為當時是聊天 因為我不想強行做兩部曲 我不想強行展示故事 所以當時是聊天 如果我忘記趁早主人翁 他會成長 成長之後會是怎樣呢 最後就吸引了等待這個項目 因為我們覺得 你看我和Christopher 都覺得等待這個項目 其實是很浪漫的一件事 將它交給林若玲先生去填 當時也沒有想著用什麼 去做整首歌的主題 但一收到一份詞之後 就很喜歡 因為他就是用了日本 這個中犬八公去做主題 去比喻等待的愛情 我覺得整件事更加有意義 還有為何選擇今天去推出這首歌 這首歌是中犬八公出了100周年 就是今天了 11月10號 即是今天是他生日 對 Happy Birthday 我昨天也跟他講了 希望他聽到 希望他聽到 所以我特意選擇今天去派 我想要說一點給大家聽這個故事 就是一隻很忠心的狗 他要等待的主人 主人 而我們去到日本東京的攝谷車站門後 就有那個雕像 沒錯 約等人就在那裡 以前我們在香港就約在五支旗桿等 在攝谷的就是那裡 八公像前面等 在未收到這份詞的時候 你對等待這個概念有什麼想法 我對等待是充滿幻想 因為他都等過 其實你想想他比賽之後 數來數去 他上次上來也有說 這個又出了歌 那個又出了歌 什麼時候到我呢 我又未出歌 然後忘記趁早 其實派了之後 很多人就說 你第一年做新人 當然是拿著他 你看看其他新人有多少歌 現在你是到十一月中 才有第二首歌 是啊 等待這個味道是怎樣的呢 又期待 又有些感慨 因為一直在等 還有很多未知的情況會發生 但最後都等到 所以其實是美好的 也很開心 但當中有沒有搶的 或者緊張 甚至去問的 有的 因為我也是一個 我都覺得 是不是可以快點做呢 因為都怕會不會派不及 因為其實我都希望 新人年都希望可以有兩首歌 當中都有追問過 所以就得到現在這個結果 上次你來講 介紹忘記趁早 也有說很喜歡 Christopher Charger生 很密集式的歌詞 所以一要就要兩首歌 是不是 其實不是的 其實是分開要的 這首是完忘記趁早 之後再去 這首是 custom made的 之後再寫的 這樣 他就給了一首 比較像足音台 手神記 小調味 中式味道 比較濃 你收到有沒有指引給他 還是怎樣 其實我本身跟他 跟他做腰歌的時候 都已經想要一首 比較小調 比較古風的歌曲 然後回到他之後 了解他 then 白癦 但就大叫做 不如就不能只要 用被 style 當手鼓風的風格 不如加一些 宮崎進 true 九石讓的風格 因為整個 topic 會覺得很適合 所以就得出現在的編曲 即是 Whereas 就是如日本感覺 是比較 baixo 甚至很有畫面的 但你遊戲上 為何一開始 Elder 那首古風一點的歌 看你這麼年輕 我自己是偏好這些東西 因為Christopher 其實很多歌曲都有小調的元素 就算去到近期 老派 不知為何一到這些風格的歌 一聽就很著迷 所以我也很想自己的歌曲生涯 會有一首這類型的歌 所以既然有第二首 就馬上問他可不可以拿一首 因為其實他都很擅長去寫這一類型的風格 或者會不會是你小時候聽廣東流行曲 你很想去回那種的味道 是 因為其實我從做《忘記襯組》的時候 都很想 因為我很喜歡就是 2000年代到10年代的那個時候的廣東歌 我覺得現在好像比較少了那個年代風格的歌出現 現在可能是比較多Indie 或者電子東西 所以我既然這麼多人做那類型的風格 不如我就從這裡開始做一些我想呈現給大家的音樂 或者算了聖閑 收到一個Demo就是公司和你自己都吸引到了 沒錯 聽聽這個Demo 是不是Crystal發唱嗎 是啊Crystal發唱 我好像沒聽過他的聲音 他自彈自唱 已經有份歌詞了 是啊 因為當時是一收到那份歌詞 他就立刻錄了一個Vocal Demo 大概是想要這樣的感覺 然後我再加上自己的元素 還有剛剛聽到歌詞也有《善良的車站》 是開心一點 但最後我是覺得是要用一把一個期待的聲音去唱 因為其實他有一句歌詞是很好的 就是讓旁觀者感慨 其實整件事 因為我是等著那個人 我不會覺得自己慘 我永遠都覺得是有希望 他仍然會回來 是怎樣可以唱到你自己不覺得慘 是要別人等你覺得慘 是連別人都覺得 你不要再等了 有時再提醒你 我覺得這件事是最難的 這件事也是這首歌 我覺得要思考得比較久的一個問題 那你自己腦海裡面有沒有真實故事 甚至人物想著來唱幫你代入 其實真的沒有 因為我自己感情經歷比較少 是沒有 所以我也是比較用幻想的方法去唱 而且我自己很喜歡播劇 會用很多東拼西拼的故事 然後整個編劇作的故事 但我自己有多瘦樂這套方法去做 其實你說你自己沒有愛情經驗 現在出的兩首歌都偏向是慘 或者是得不到的 那會不會影響你的愛情觀呢 沒有的 因為我自己都覺得我是 我都很喜歡這些等不到的 被人傷害的 很dram的 很dram 我經常都覺得我這些reaction都很dram 覺得雖然被人傷害是很痛 但又很爽 很適合唱這些歌 很適合唱的 看那些劇集會看到哭 但又會同時舒服自己的情緒 即是在你心目中 愛情永遠都沒有開花結果 是很棒的 我的天 這首歌是講攝谷車站 沒理由不去日本拍MV 而我們目測自從開關之後 很多歌都已經在日本拍MV 這是一個必拍的 打卡位 但又有一些奇遇 即是因為我站在十字路口中間 攝影師在附近有一間咖啡店 在top shot拍下來 但因為他營造的效果就是 因為他想旁邊的行人 是blurblur的動 我就要清楚 變成怎樣做到這個效果 就是我不動 但其他行人動 我就可以很清晰 但會常常遇到很多 即是拍Dance cover的那些 前面就不停地動 不停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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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其他人在拍攝 對 即是同時間 應該是世界各地不同的朋友 還有好像大家是跑馬 即是大家看到那個綠燈 3 2 1 跑 就拍了 開機 然後旁邊就好 這裡有個攝錄在那邊搖 接著我又凍了在那裡 然後旁邊就擺姿子拍攝 即是很多事情同一時間發生 即是對 其他人很動態 是你靜態 因為你手是慢的 是 Lolly Talk也有說 之前上來 他說剛剛那個綠燈的時間 就是我們的chorus 那個長度 一衝出去 剛剛那個綠燈跳 就立刻 就要準備 就要離開 但同時間真的很多人在那裡拍攝 無論是KOL 或者是真的拍音樂影片 遊客 遊客 如果網民厲害的話 隨時可以把你的MV 和Dance cover 拍攝的應該是來自泰國的朋友 然後他們 混合了 對 混合了 是同一時間同一個空間做的畫面 最後好像沒有用 因為實在搖得太厲害 連我的人也看不到 那天我忍不住笑了 突然間炸人 然後我也覺得 I'm sorry 這些是Making of好看 對 但你只有一個車站 例如這張派台的照片 還有你這次有這個宣傳品 是一張車票 JR市的車票 沒錯 這張是真的 真的 即是你真的按出來 真的買過 還沒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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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費了 也不會的 我們是少量少量的按 或是我們是用這個不妨礙人的 可能我們按五張 然後下一個按 盡量不要不停按 不停影響到後面 還有看到時間已經是晚上9點56分 應該都沒有人坐車了 也很多的 也很多的 但都還好 因為大家都很禮讓 大家的 我記得他們有禮貌到不得了 可能我們搭 那輛男車下去的時候 譬如已經走了很遠 你還看到他們正在逛工 真的很有禮貌 這個就是你拍那天MV的 下班時間 還是其實都花了很多時間來拍 這個就是那天空時間 《戚餐樂壇》 繼續陪你熱鬧樂壇 直接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 快點啦 快點啦